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过下海捕鱼的经历? 据说很多靠下海捕鱼为生的渔民,每次出海至少半月才能重新靠岸。 虽然辛苦,但是看到最后捕捞上来的成果后,渔民心里也是十分开心的。 不过话说回来,之所以他们要在海里漂泊如此长的时间,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捕捞效率的问题。 面对这样的问题,作为曾经海上霸主的荷兰,浩斯约和人民币4亿元,打造了一艘堪称海上巨无霸的大型捕鱼船。 这是全球最大的拖网渔船,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的捕鱼船。 这艘捕鱼船长达143米,宽约18米,拥有上万吨的排水量。 除此之外,这艘渔船内部的各种设施也是相当全面的,并且物资充足,就算在海上连续航行几个月,都是不在话下的。 因此每次下海,必定满载而归。 据了解,这艘拖网渔船的渔网一次就能捞起300吨左右的鱼类,有时候甚至还会意外捞到鲸鱼或是鲨鱼。 鱼类在捕鱼上船之后,会被储存在舱内的大型冷库内,这个冷库最多可以容纳6000吨的鱼类。 可想而知,任凭海洋的鱼类再多,也架不住这艘捕鱼船的大肆捕捞。 起初荷兰只打造了一艘这样的渔船,不过在看到它强大的作业效率之后,便又打造几艘同样的渔船,主要分布在新西兰东部,塔斯曼海,以及东南澳大利亚湾海域。 近年来,面对渔船的过度捕捞,海洋生物数量已经明显下降。 甚至有专家分析称,如果不遏制捕捞,21世纪将成为野生海产的最后一个世纪。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